我跟别人来介绍美国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用类比的方法 这样类比的方法呢 你比较容易记住它的大约的地理位置 比如有人一问我说夏图是哪啊 夏图原来是这个波音飞机的这个总部 最早它是波音飞机总部 那么我就说夏图就是美国的乌鲁木齐 这你一下就记住了 它在美国的西北边 对吧 那么有人问我休斯顿在哪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呢 在休斯顿啊 我跟他关系非常好 经常还通过电话 那么休斯顿就是美国的广州 很好记忆 它那个气候也是这种状态 就是它是这个潮热啊 这个一个气候 那么波士顿是哪呢 波士顿呢是美国的东北 就是美国的沈阳 只不过呢 这个波士顿它临海 临海呢 它的气候相对比内陆要好一些 它首先不那么干燥 那么海洋是个巨大的空气调节剂 夏天呢 它能帮你降降温 冬天呢 它还可以散散热 所以呢 临海的国家相对来说 气候没那么残酷 你比如说我们的近邻日本 日本同样的时候 跟我们同样的纬度呢 它比我们湿润 而且还暖和舒服 那么美国的这个东部啊 和中国的东部呢 是非常接近的 也是有一个很长的海岸线 但不同的是 就是波士顿临海了 我们的沈阳不临海 那么波士顿这个城市的重要性 是什么呢 是波士顿 它是离欧洲最近的一个港口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都知道 欧洲的历史文化工业都比较发达 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以后呢 它开始就扩张 它扩张呢 就是所有的人 只要他获得一个成功 他第一要抢占别人的土地 那英国资本主义革命成功以后 他就扩张土地 你知道说英语的这个国家呀 不用问 全是当年英国人 土地扩张时候留下的儿子 比如大块的国土啊 加拿大国土啊 在这个仅次于俄国啊 最大的国土说英语 美国不用问 土地比我们略小一点 也在世界上排名是大国家嘛 再有澳大利亚 这都是土地非常大的 这个从土地的面积来说 前五里啊 有三名都是说英文的 但这三个国家说英文的呢 都是当年英国人留下的这个儿子们 那么欧洲人啊 第一次踏上北美大陆呢 就是马萨诸塞州 就在波士顿附近的这个地方 挨着波士顿很近 没有多少公里啊 就在这登陆了 我们知道啊 历史上波士顿有个著名的清查事件 导致了美国的独立战争 就最初就是这个把这个运过去的茶叶 因为你为什么把这个茶叶到海里去啊 很简单就是茶叶的利润太高 大家都受不了啊 说你拿这么个东西啊 不就是一喝的东西来赚我们钱吗 所以呢 就导致很多人的利益受损 从那开始就把这茶叶往海里一到 就引发了后来的美国独立战争 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 说美国啊 要没中国这茶叶 没准到现在还没独立呢 就是我们的茶叶的贸易 为中国人赚了很多钱 当然也为很多商人 不一定是中国人 比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都因为这个茶叶赚过巨额利益 所以这种利益呢 一方面会使一部分人赚钱 但是另一方面又会伤及一部分人 那么波士顿这块地方呢 是英国人最首先登陆的位置啊 这里呢 有些东西呢 就很有意思了啊 比如美国的第一所大学 最知名的大学 哈佛大学呢 就是在波士顿 就是在波士顿建立的 所以你到美国去啊 如果你去波士顿 你会发现 这是美国最像英国的一所城市 我当年去的时候呢 就首先的印象就是 哎 这到处的这红砖房 跟英国很相像啊 他为什么跟英国很相像呢 是英国人到那登陆的嘛 就最初登上这块土地的 都是英国人 他带去了英国的文化 英国人就开始在那建设呀 建设那图纸很简单 就是拿着英国的原封图纸 就在那盖房了 如果说四百年前登上啊 北美大陆的不是英国人 是咱中国人 我估计那地儿 大部分都是四合院啊 或者是灰派的房子啊 或者是这个闽南的这种房子 他肯定是要带去自己的文化 那么英国人啊 登陆这个波士顿以后呢 大概有一个半世纪的时间 一百五十多年以后呢 他正好是什么时候呢 正好是中国的这个乾隆时期啊 乾隆中后期 1776年 7月4号 这个我们都知道是美国的独立日嘛 就是在英国人登上北美大陆 从波士顿这个地方登上北美大陆以后 一个半世纪 美国才正式宣告独立 就是英国人给美国人究竟带去了什么呢 在波士顿这所城市里 能看得很清楚 他给美国人带去了最有文化信息的一个环境 所以这个地方叫什么呢 叫新英格兰 就这一片啊 包括其他几个州 大概有六个州 波士顿呢 他有独特的口音 他的口音更接近于英语 你看这个文化就是这样 你最初来的人是什么 他不论隔了多少年 你看他到现在为止 英国人登陆到现在400年 所以他还保留了这个英格兰英语中的这个一个特征啊 换句话说他可以叫波士顿英语 他有点像我们中国啊 你看这个我们去浙江 浙江的语言语系非常复杂 你到哪都听不懂吧 唯独你到杭州能听懂 为什么杭州你能听懂呢 因为杭州都是南宋时期的北方人过去的 所以杭州那个画呢 如果站在一个南方人的角度上 看那画有点不伦不类 就是他带有浓重的北方口音的一种南方画 这个特征呢 叫文化特征 那么就跟我们北京人一样 你看我说的这个 严格意义上讲 我说的是带有北京话特征的普通话 我还真说不了那标准的普通话 就是播音员那个说 这个新闻联播那话 我说不了 为什么他咬文嚼字 我说不了 我说的这种话呢 占一个便宜 是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 所以我们说起来 你们听着还算这个这个容易 如果我说的过快 如果我再说些土词 你可能就不懂了 英国人当然很认为自己非常有文化传统啊 但我们先说他这文化传统啊 不能跟欧洲比啊 欧洲的古希腊古罗马都比他牛啊 但是他还是非常有文化传统 然后呢 他在工业化革命以后啊 工业革命以后呢 他建立一个充分的自信心 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文化自信 我们为什么今天敢讲这事呢 就是今天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有能力说这事了 英国人到了美国 我以后呢 觉得这美国实在没文化啊 所以他就带去了很多英国文化 但英国文化的扩张力是有限度的 因为美国当时国土非常大 美国的本土文化是什么文化呢 就我们大家知道的印第安文化 是吧 给你扭来扭去的啊 就是那种很原始 很质朴的一种文化 去过美国人都知道 波士顿这个城市是一个显得非常有教养的城市啊 所以波士顿呢 就被誉为美国的雅典 你看美国人要把自个儿往高了抬 他也不能说他是自个儿美国的什么 只能说美国的雅典啊 把这个欧洲最文明的地方搬出来 镶在这波士顿头上 在1635年他建立了第一所美国的公益学校 是吧 叫拉丁学校 然后36年你看很快啊 就建立了我们人所皆知的哈佛大学 我们今天都知道 中国人啊 只要考上哈佛的都牛都不行 我记得前些年还有一本书叫哈佛女孩 你想想这哈佛女孩多了 不这一个 就因为是一中国的孩子 考到美国去 考上了哈佛 让所有人都都羡慕 其实这个波士顿旁边还有很多很好的学校 你比如耶鲁 耶鲁大家都知道 还有麻省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很多人都不明白啊 就问我什么叫麻省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实际上是个简称 美国没有省制 美国都是州制 麻省实际上是马萨诸塞州的简称叫麻省 这一听就是中国人给译的 严格说他叫麻州啊 这个理工学院 现在叫麻省理工学院 当年译的时候 这麻麻不分 麻是二生 麻是三生 所以他就写成了麻省啊 现在都叫麻萨诸塞州啊 写我这麻字啊 但是呢麻省呢 又写那麻字 所以很多人都闹不清楚 说这麻省理工学院 跟这个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 有什么关系呢 他俩就是一个学校 由于波士顿呢 是这个距离欧洲最近的 美国的主要港口 所以他向外发展贸易呢 他就有便利条件 所以他就出口上 比如酒啊 鱼啊 盐啊 烟草啊 等等 他就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际的商港 港口有很多种 一种是商港 还有就是鱼港 专门打鱼的 打鱼的人从这出港 做经商的人不从这出港 那么 你有海上霸权就一定掌握了 这个近代史上的这个主动权 那么 这一时期呢 波士顿的很多名门世家的 后来就成为了美国社会文化的一个精英 大家都知道的就有什么 比如这个波士顿的这个 婆罗门 这就是他们被称之为 这一组人都是后来美国社会文化的一个精英 从19世纪后期起呢 波士顿文化就开始繁荣起来了 因为经济好了嘛 经济好了肯定文化繁荣 我们今天的经济好文化就繁荣 经济不好文化肯定繁荣不起来 没工夫 先弄吃喝去 中国人呢 他缺乏一种海洋意识 这是源于我们是一个非常的这个传统的农耕社会 农耕社会对海洋没有概念 第一我们远海 离海就远 第二呢 我们是靠种地活着 靠种地发财 过去啊 有一个土话叫 丑妻禁地破棉袄 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都是文化 你比如文化中我们也有说 父母在不远游 什么叫丑妻禁地破棉袄呢 就是老婆长得丑啊 踏实 干活 你出远门也不担心 禁地是什么呢 过去的农民啊 有地这日子就好过 这地离家远啊 不合适 第一看不住啊 容易丢东西 第二呢 劳动成本大 说你们家有块地 离你们家每天走着好几个小时 不合算 所以丑妻禁地破棉袄 这都是破棉袄 别看破 遮风避雨 老婆孩子热炕头 是我们最向往的过去啊 在农工社会最向往的一种 生活状态 那么父母在不远游呢 就是一种文化理念 这种文化 就有点害我们在近代史上 这种文化是使中国人很难走出去 你们注意看啊 凡是华侨盛行的地方 凡是愿意走出去到国外打拼的 都一定是沿海地区 对不对 我们的福建沿海地区 广东沿海地区 这个浙江沿海地区 这人都愿意往外走 但一到内陆 那就是说摆不足一样 跟人家没法比 我们除了明初啊 郑河下西洋 我们都知道郑河这个 旗下西洋啊 其他的时间呢 就开始海进 这海进就是一次接一次的 开开一点就彻底关门 一关门就是一百年二百年 所以呢 中国人就不注重啊 不注重这个海洋 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我们曾经有过海上霸权 对吧 我们多次讲过啊 郑河下西洋第一次团队出去 说两万五六千人 相当于今天啊 像美国的尼米斯航空母舰 出海的时候才六千人 我们当时的那个船队的 光人员上讲是他四倍 那么 如果啊 如果中国人当时有这种 海洋霸权意识 如果我们当时啊 运用我们自己的海军力量 这个不停的扩张 那我们今天第一 国土远不是这个样子 另外 我们你想想那时候的船啊 六百多年前 郑河下西洋最大的一个船 表面积有十亩地 十亩地六千多平方米啊 那时候那船就那么大了 上面又可以养牛养鸡的 是吧 那么大的船 那我们搁今天 那船得造多大呀 我们今天要看那个 美国那航空母舰 看着都叫小船 说那来了一堆的小船 那我们船能做造特大 可惜我们没把住 没把住这机会 是吧 我们把这个拱手相让 所以到哥伦布 发现美洲大陆的时候 我们那船又小了 又不行了 这事就熬着熬着熬着 就熬到了1820年 美国的第一批移民潮 就这时候到来了 就大量的人涌向美国 因为英国人登陆已经有 我算算啊 这个1620到17201820 200年了 整200年了 两个世纪过去了以后 这个波士顿也建设的很好了 是吧 整个美国的土地扩张 到处都有土地 到处都有人发财 这样的话呢 大量的欧洲人呢 就往美国奔 土地富裕嘛 欧洲土地还是紧张的嘛 这时候又有大批的爱尔兰人 意大利人就搬到了这里 搬到了波士顿 那么他带来了什么呢 就带来了罗马的天主教 所以截止到现在啊 天主教是波士顿最大的宗教团体 从20世纪初开始 爱尔兰人呢 就在波士顿呢 这个政治中心呢 扮演了这个重要的角色 最著名的就是肯尼迪家族 肯尼迪家族大家都比较了解 肯尼迪曾经是当过美国总统了 他对美国是有巨大影响力的 那我们今天主要要谈呢 这波士顿的美术博物馆中呢 这个这个 它是怎么构成的 它怎么出现的 波士顿博物馆呢 是美国呢 最富盛名啊 藏品门类这个 很全的一个博物馆 它每年有100多万游客参观 它的藏品呢 超过了45万件啊 它馆藏的日本艺术 是在日本本土之外 数量最多的博物馆 当然其他它还有美国艺术 亚洲艺术 埃及啊 中近东的 它一共呢 有9个部门 有178个展示 其中它的亚洲艺术 收藏最为丰富 我们为什么要介绍 波士顿博物馆呢 就是因为它亚洲艺术的收藏 非常丰富 它完全可以跟世界各大博物馆的 这个就是亚洲艺术媲美 我说的就是大博物馆 波士顿博物馆呢 它里头的最重要的藏品呢 就是中国啊 日本的朝鲜等国的啊 青铜啊 陶瓷啊 绘画书法 纺织品 雕塑等等 门类非常齐全 你比如 中国古画非常重要的 唐代 严历本的历代帝王图 宋徽宗摩 这个唐代张轩的 岛链图等等 这些国之重宝 都在波士顿博物馆里 1870年啊 这个哈佛大学的 这个波士顿的图书馆呢 和麻省理工学院 为展出它收藏的艺术呢 这个而倡议 在这个城市里呢 筹座一个博物馆 这书是中国的晚清 同志光绪年间 那么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呢 它在这之后呢 几年啊 大概是六年的时间 就开放了 它开放的这一天呢 是1876年呢 7月4号 是美国建国 一百周年纪念日 这对这个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所以它开馆纪念日啊 很有意义 以后美国一到 美国的这个建国纪念日 就是波士顿博物馆的 开馆纪念日啊 所以人家选的这时间好 那么到了1907年啊 他们就搬到了 亨林顿大道的465号啊 这个有机会去波士顿的时候 一定要去啊 半天就够啊 一天最好 半天就够 那么到了1909年啊 就是我们的最后啊 一个皇上 溥仪登基的那年呢 他就向社会开放了 那么到了上个世纪啊 1981年的时候呢 又由呢 这个我们这个华裔的啊 这个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师 贝玉明呢 他设计的这个主楼旁边的西翼啊 由他重新这个设计 落成也开放了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贝玉明的这个设计啊 在中国能看到的 就是苏州博物馆 是他设计的 你到日本能看到 美秀博物馆 我们将来有机会给大家讲 我以前讲过一两句 没有完整讲过啊 美秀博物馆 也是你一生值得要去的地方 再有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的 卢浮宫前面的这个玻璃金字塔 这都是贝玉明的一个设计 我们就想啊 波士顿博物馆 为什么会有如此数量之大的 日本藏品和国宝级的中国的藏品呢 就包括中国书画呢 这是因为当时美国人 透过日本的收藏 这个收集来的 这有两个人啊 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一个是美国的哈佛学者呢 叫费诺罗萨 还有一个是他的学生呢 叫钢仓天心 波士顿博物馆呢 他在1876年的正式对外开放的时候 日本部啊 就是他一个 就是一个部门 因为明智维新啊 明智维新 我们稍微对近代史 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 他就是相当于中国清末时期 他是1868年到1912年呢 这个时期 日本大力接受西式教育 推动了日本和美国的一个交流 日本明智维新呢 他成功 大获成功 所以这个 日本呢 就经济就发展起来 中国呢 当时有一个百日维新 就我们所说的物须变法 我们在明智维新之后 但我们的百日维新呢 失败 失败 所以就按照我们过去的说法 就是我们就沦为了 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 17世纪啊 就是30年代末啊 相当于我们就晚明的时候呢 日本也是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政府呢 关闭了所有的港口 驱除呢 外国人啊 也禁止国人出境 为辙就得处死 当时呢 不知道他出于什么考虑啊 他给两种人呢 开口子 第一个呢 是给荷兰人 欧洲人他只给荷兰人 开口子 第二个呢 就是给咱中国人 给中国人开口子 所以呢 荷兰商人 中国商人 除外 剩下的人都不许做生意 但是啊 这个 你们这两拨人啊 荷兰人和中国人呢 你只允许 在日本的长崎港呢 进行贸易 那么 17世纪的中叶啊 日本迅速了就填补了 这是中国由于政治动荡 因为17世纪中叶是 我们的明清交替 我们的明清朝代一交替呢 政治动荡啊 经济都比较衰退 这时候这个口 这个空子啊 让日本人钻了 他欧洲市场的瓷器就短缺了 一短缺怎么办呢 日本瓷器就 就跟着就把这个窟窿填上了 那么日本的瓷器就趁这时候 运往了欧洲呢 去赚钱 比如我们都知道 日本瓷器中有两大门派啊 也有个风格啊 一种叫世优为门 对吧 过去看这个 一休和尔说老韩世优为门 就这个世优为门 还有一万里啊 世优为门和一万里风格呢 是日本瓷器中的 比较典型的风格 比如我们上海的官府博物馆里啊 它的东西馆里就在展出一种外销词 其中就有一个巨大的 康熙年间的 一个青花苗金 带有繁红的松鼠葡萄纹的将军罐 那东西是我在荷兰买过来的啊 那东西这么老粗 这么老粗 这么老高 一对 当时我看见以后挺震惊的啊 很少 那么这件东西呢 我们现在定为 它就是康熙年间的啊 这个叫一万里风格的一个中国瓷器 但是 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呢 它不排除什么呢 不排除这件东西的 原始状态是中国人在井的论烧的 就是它的青花部分 它上面的金彩和红彩 不排除是日本一万里风格 就是由日本人填财 那么当时最大的钱被谁赚去了呢 被日本人赚去了 日本人从我们这 买了一个青花的打瓶 然后跑到他那呢 因为那时候正好是 就我们有点闭关锁国嘛 也动荡嘛 他拿去呢 在天之家业 然后卖到欧洲去 这类的瓷器 在当时的价钱 我认为比我现在买的还贵呢 我们在这个几百年前啊 中国瓷器的就是 尤其定制的很多 带有徽章的瓷器 在那种在当时的社会下的 那个性价比比现在贵 因为那是最高档的奢侈品 不是我们现在什么拎个包 什么这都特土啊 你拎个别人牌子的包 是个很土的事 当年的贵族呢 都是要定烧瓷器 就我们家瓷器就独一份 跟你不一样 那么在这个对外隔绝啊 就日本对外隔绝了也两百年 那幕府时代的这个日本社会呢 它比较稳定啊 第一它国家国土比较小 另外一个军人政权嘛 相对的比较稳定 那么社会呢 被在这种被这个幕府时代 高度控制的氛围中呢 它这个艺术它发展起来了 这个日本它这个艺术的发展呢 很有意思 它是因为它跟其他国都保持一个距离啊 一直到了19世纪的50年代 众多的外国这个势力啊 都垂涎中国和荷兰在日本的贸易特权 你这种贸易特权 你想就你们俩人做生意啊 别人都不能做 所以呢 这个日本政府呢 他还不愿意改变 说就我 我就这样 我活得挺好 我凭什么改变呢 美国人就认为自由贸易呢 就是说你不自由贸易呢 对不起兄弟 我只能跟你谈谈谈谈不了呢 我就打你啊 所以到了1853年啊 你记住这时间点都很重要 1853年就是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 我们知道第一次是1840 第二次1860 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呢 美国的这个海军司令啊 这个海军司令叫马修佩里啊 就率着舰队呢 就到了今天的这个东京啊 就当时江户啊 就江户 美国海军司令马修到了这个普赫港以后呢 他是先礼后兵啊 他先写封信给日本的这个统治者说啊 就他说的有点软重耐硬 免力藏针啊 就说呢 就说我现在要求你们打开国门 跟我们贸易啊 咱们先礼后兵 如果您还不打开国门 那就这么着吧 就咱打一仗啊 咱打一仗 政治的最高效的手段一定是战争 一打仗 这事就全解决了 所以这个事件呢 史称叫黑船事件 也称黑船开国啊 你想想这事呢 为什么说黑船 就是你多少有点不讲理啊 那么这一教科书式的 这个典型的 这个炮剑外交呢 他马上就奏效了 你说他管不管用 管用 日本呢 就也就不抵抗了 他迅速瓦解了 很快日本就被迫加入了国际市场 并成为了这个活跃的参与者 因为大家都愿意做生意 只是当时的政府不愿意做生意 由于他们都加入这个生意呢 很快呢 就是这个进入了世界的全球的经济体系 所以日本发展就非常的快 实际上呢 我们的鸦片战争啊 我们的书中一直说鸦片战争 实际上这种鸦片战争呢 就是一种贸易战争啊 那西方的教科书里就这么说 他说这就是贸易战争 那么到了这个1868年 1868年呢 日本就开始明智维新嘛 那么明智维新呢 它实际上的这个根源很简单 它受到了这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的冲击 所以它就自上而下 还不是自下而上 是自上而下的 它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坛西化 和它的这个 那时候的现代化的改革 这次改革 使日本获利 日本就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 然后就寄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这一段历史也是日本近代史的一个开端 但日本国门打开以后 日本绘画就大量的输入往欧美 那首先对他最喜欢的都是一些牛的画家 这画家有谁呢 梵高 莫奈 这些画家都对这个 日本的这个绘画赞赏有加 欧洲迅速就刮起 这个日本风 你们注意看一下 到这个国外的时候有时候留心一点 欧洲你反正看见特带中国味的 不用问都是18世纪刮的中国风 反正你看了多少带点日本味的 那就是不用问19世纪开始刮日本风 这种风上都是一阵一阵的 19世纪啊 日本艺术渗透到欧美艺术中去呢 我们今天都可以在很多地方捕捉到 那么日本艺术如何影响欧美艺术呢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 就是服饰会 服饰会 葛世北斋的啊 神奈川冲浪礼 是最著名的日本的服饰会 就我们一看那大海浪 哗起来了 它创作于什么时候呢 就创作于大概我们的道光年间 就是1830年左右 那么它是日本最传统的 日本绘画的一个构图啊 我们看着都比较简单啊 蓝色的颜料呢 是进口的 这种蓝色的颜料叫什么呢 叫柏林蓝或者叫普鲁士蓝 德国人最会搞这个画工 普鲁士蓝 那么这个18世纪早期啊 这个颜色是在德国合成的 人工合成的 我们过去中国人画画 都是天然的颜料 它没有合成的 所以它这种 这个合成的颜料呢 特别蓝 还耐久 当时呢 那个颜料呢 的颜料呢 呃 就是颜料呢 今天就颜料呢 也是颜料呢